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皇家评测现场片 我是三娃 今天下午呢 三星是在北京召开发布吧 一口气发布了A80 A70 A60以及A40S这三个机型 那么我手里拿的这款机器呢 就是A80啊 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款机器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上手体验 看一下这款A80它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它的体验到底怎么样 首先呢 A80它是搭载了一块6.7英寸的全面屏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正面是没有刘海水滴和任何开孔的 那么它的前置镜头去哪了呢 我们把它调出来看一下 它是采用了一个升降加翻转式的解决方案 当你自拍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升起来 然后转换成前置镜头进行拍摄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前置的自拍会更加的清楚一点 接下来呢 我来自拍一张 看一下这个镜头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当然这个升降的过程 我觉得震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噪音还是稍稍有一点 让我们来看一下成片 其实可以看到我在取景器里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逆光的状态 然后经过拍完照 机内处理以后呢 就会变成一个亮度很均匀的一张照片 然后可以看到我的脸也是十分的清楚的 包括额头上的汗也非常的清晰 北京实在是太热了 现在外面大概有28 9度的样子 简直热成狗了 它的这个翻转镜头呢 其实是自动翻转的 你用手是扒了不动的 一定是要强制的用机械来将它升降下去 此外呢 你将它硬推下去 它也会自动收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构 说实话其实蛮厚的 导致整个手机的厚度也是比较厚的 然后拿在手里有一种又沉又大的感觉 另外在体验的过程中呢 我还发现了一点小问题 就是它的镜头模组实在是太靠上了 然后当我切换它广角的时候 我的手指肯定会挡到这个镜头 除非我用这个兰花纸的形式 就像这样来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一旦啊 用这种常规的方式来拍 就一定会挡到镜头 那么在硬件配置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A80呢 它是首发搭载了骁龙730G的处理器 然后配备了8加128GB的存储组合 配备了3700花式的电池 同样呢 它是支持25瓦快充的 那些S10的用户们啊 你们不要哭泣 那么关于剩下的这三款A70 A60以及A40S呢 我将它们的参数放到屏幕上 就不再对它们三个进行一个上手体验了 因为我觉得它们三个的配置并没有什么亮点 尤其是在加上它们的售价以后 我觉得这三款机型其实挺坑爹的吧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那希望大家能够转发评论关注来一波 b站的朋友记得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